前朝制衣大家安氏 淡薄名利 隐居侍井 欲有一女 天姿聪颖 换作琉璃 然而 安依的生活 被一心想成为 新一任制衣大家的 卓锦娘打破 是找到师父 还是丢掉脑袋 自己看着旋 安氏不得已 将女儿托付宫中旧有 任其不禄院管事孙德成为义父 琉璃执此女扮男装 隐姓埋名 换作窦衣官 窦衣官 才人面前岂可如此无礼 他就是当年救我的吴姊姊 他是好人 他不会害我的 是我师父 天下第一针 安大家 十年光影流转 无奈天赋难言 琉璃随手缝制的小袖件 竟使得卓锦娘 看到昔日安氏的制衣手法 我必须要找到这些 和薄的处处才能安心 那孙内侍可否将窦衣官 让给我呀 孙德成担心当年之事暴露 危及琉璃性命 决定冒险送琉璃出宫 阿翁 琉璃永兽永世 都不会忘了阿翁的养育吃 琉璃王后不在您身边 您老一定要保重身体 好好活下去 我听说琉璃当年根本就没死 在宫中活得好好的 琉璃啊 咱们都是一家人 应该互相帮衬才对 不能进去 小娘子 小娘子 我表兄的财物在哪儿 还我 我不是还你了吗 你该不会告诉我 我表兄的遗物 就是这些玩意儿吧 这个女人在这里颠倒是非 胡言乱语 直接丢出去 最诚实 我不能拿你怎么样 但河东宫是此刻意 他已经找人打探你的身份 恐怕 很快就会来找你的会计 我虽然捡到了你的包裹 可为了避嫌 根本不曾打开 赶紧戳呀 这根本就是你们兄妹俩 串通好的 想找个好骗之人 狠狠敲诈一批 通缉令上搓拿的衣冠 究竟是不是你 是我 我便是通缉捉拿的衣冠小豆子 也是裴狼军认识的民女玉儿 究竟哪个才是真的你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担心哪个 机灵又神秘的丫道 重重误会之下 与洪文馆裴行俭相识 并在其帮助下 以别出心裁的心事舞群 赢得胡商大会的满堂喝彩 我只是在想 我是不是错怪裴行俭了 裴行俭被琉璃的纯真聪慧所吸引 而琉璃也看到了裴行俭的正直与才华 就在此时 小豆子若真是逃出了宫外 那孙德成这一次 必定找个机会 去见他 不好 他一定是去见孙内侍了 他们会在哪里见面 我看到豆义官了 就是他 不过愿的豆义官 义父孙德成掩护琉璃出宫背部 面对亲人的遇难 琉璃选择再次入宫 我要回宫自首 胡闹 我不能让他俩替我受过 我要回宫救他们 裴行俭惊叹他的勇气 也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交付于他 宫中或许会有一场腥风血液 记住 对曹王一定要轻而远之 有人对太子不利 裴行俭暗查曹王 得知曹王私自运输了一批铠甲 裴行俭想让琉璃设法在宫中 向太子传递重要信息 阻止曹王私运骤甲 裴行俭凭借过人的胆略与智谋 晋升为太子贴身侍卫 而琉璃也发现母亲之死 与卓锦娘有关 决意深入尚服局一探究竟 男人是不是卓锦娘 当年我师 贵为天下第一针 司掌尚服局欲满天下何等尊荣 可结果呢 落得家破人亡 身败名裂 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 阿娘 女儿明日便能夺回属于您的金针 和天下第一针的封号 你怎么在这儿 你干什么 当然是梁腰围了 还能干什么 以后切记不可这么贪背 莫要忘了 你自己是女儿 神小豆子 证明一下 证明我究竟是不是男人 你不是男人 你是圣人 你是君子 你可以一直相信我 或许不止眼前这一点 说不定从很久以前就开始 二人在宫内互相照抚 心细彼此 裴行俭暗中帮助琉璃 调查当年案情 得知卓锦阳毒害安氏真相 发现二人情缘 早在十年前就已开始 至今还保留着琉璃荒乱中留下的安氏遗物 天下第一针 我找了你十一年 没想到你已经来到我身边了 我们真的很有缘分 终于可以无归原住了 我 我 小豆子的制衣记忆 真的有可能源于师父 此时的卓锦阳 已对琉璃的身份产生怀疑 危机将至 裴行俭为保琉璃安危 不得已献出金针 打消卓锦阳疑虑 这就是代表着天下第一针身份的金针 琉璃 你放开我 我怎么自以为了自己的安慰 将阿娘的金针 走开害死我阿娘的仇人 这病杀了我更让我痛苦 我 金针事件使得裴行俭与琉璃心生嫌隙 琉璃根本不原谅裴行俭 快 快快快 我不想看到你 刀医官现在不光是外伤 更重要是心理 我今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琉璃 你腿怎么了 ,这是我的事 我太爱过 当初你在佛祖面前 求了一枚下下签 接连两次 我暗中挡了回去 所以才有了最后的伤伤签 你说什么 小豆子 你和我还真是很有缘分呢 果然是个美人胚子 小豆子不见了 也有可能是曹王和杨妃 把她捉走了 琉璃不忍看到曾经陷害母亲的凶手得逞 却也深染剧毒 我也在找解药 可是这毒无药可解 我很清楚她现在的痛苦 就算她是我的性命 我也会治好你的病 裴行俭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不怕死 我怕的是直到死 阿娘的冤案仍不能真相大败 阿娘天下第一阵之命 你能被杀母仇人篡夺 只要找到一种 叫做绝病雷公腾的草药 就一定能治好你的病 这是我的铁身植物 就让她替我陪着你 安心得我回来 好 我心里清楚了 裴行俭 此生能得以置心人 真的足矣 我不要此时此刻 我要和你天长地久 来吧 你快去跑 走 你快去跑 来吧 来吧 走 你快去跑